原本是国家举重代表队 结果变成了杀人嫌犯 这名灵性男大生在五月份 他不满女友和他分手 竟然闯入对方的住家 甚至是在争执的过程当中 刺死了对方的祖父 事后逃亡时到了医院就诊 被警方当场逮捕 到案之后他表示非常后悔 不过法院在今天宣判 依照杀人罪判他无奇徒刑 临行大学生利用水果刀 刺死女友的祖父后立刻逃离现场 由于双方发生激烈扭打 客厅内到处都是大片的血迹 曾经是国家举重代表队的选手 会犯下这样的重罪 就只是因为女友要和自己分手 男子经过一天的逃亡 由于大量失血被人送到医院 当场被援警逮货 经过审判台中地方法院 依照杀人罪判处他无奇徒刑 警方表示男子落网后 坦承一切的罪行 更说自己很后悔 在宣判时似乎也坦然接受面无表情 更感叹一个年轻人 竟然因为一时想不开 断送自己的宝贝前程 记者吴连安徐文台中报导